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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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曲是什么呢 分别执着 你分别执着 言语 名相 就全都错了 这个意思跟马明菩萨 《奇心论》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 《奇心论教我们》 听经学教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 立言说相 立名字相 立新元相 那就对了 那么这三种 在词地就是一句话 如也缺过 《奇心论》上说的详细 你分别执着 你分别执着 言说 你分别执着 名词说 你分别执着 言说 名相里头的意思 读错了 为什么 大臣教里头 最难的 就是意在言外 几个人能懂得 学外之音 这个是佛说法的一书 说佛说法的妙处 有妙在此里 为什么 真的说不出来 没有法子说 下面 他引诗地论上一句话 如也缺一言 有五过时 若不取着 非识等并解其理 你看看 只要你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实与不实 不二 忘与非忘 不二 世间与出世间 不二 你就入不二 不二 不二 法门 所以 利益 妄想 分别 执着就对了 这一句话 这个大师 又已经中论上 一首集 中论上也说得好 一切法 一切法真实 一切法非实 一实 也非实 非实 非非实 使命 祝福法 这个几句话了 字都很平常 没有男子 可是意思太深了 我们学习 反复多多地念 古人所讲 都数千遍 其意自见 你念上一千遍 也许有误处 你也问为什么 这里都是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专心 一意地去念 这一千遍 心定了 把妄想分别 执着 打掉了 那就是三位 三位其作用 是智慧 智慧先前 所以其意自见 这个道理 豁然明白了 所以会是从定当中来的 这一千遍 这是修定的 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我们不妨 试试看 把中论 这几句话 把它写下来 放在自己的书房 每一天 用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万年放下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重复地去念 念到 你妄想分别执着 豁然 不齐了 这个时候 悟处就先起 跟这一段 伏集入学 你才能真入学妙的义曲 再看 清凉大师 后面这一段 注解 用于一言其识 而复试生 一言不实 提心即空 一言是旺 旺不可得 一言非旺 能力流转 一言世间 金烈盘向 一言出世 无事可处 则燃尽念忘 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 所说的 不外乎 提 向 用 这三面 这三面 才显示出 宇宙万有的真相 提 是真实的 提 是空极的 提 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精神跟物质 是对立的 是相对的 我们在前面 多次说过 精神这一部分 是健废 心心所的健废 物质 这一部分 是心心所的 下分 这个法相 为师里面讲 心心所 皆有四分 它的提 是自正分 它的 它本质 这个体 本来就有质的作用 叫正自正分 正自正分 是本质 是自质 是自信 本来有的 其心论里面 马明菩萨讲 本质 本有 那个本质 就是法相宗上 法相宗里面讲的 正自正分 这本质 本质 也就是 大乘教里面讲的 佛性 佛性 是本有的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不觉 本无啊 不觉是什么呢 见分是不觉 相分是不觉 不觉本无啊 本觉本有啊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肯定 要明了啊 提 是自正分 像呢 物质的现象 是相分 精神的现象 是见分 见分跟相分 都是自正分 变现出来的 自正分 是此地降低 发现 所以 精神跟物质 都是属于法相 有体 有相 当然 它就起作用 所以这一段呢 所说的 总不外 这个思理 你说 它是实 它又能现象 这个世身呢 就是现象啊 实是发心 性是空极的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精神 它是真空 真空 不空啊 为什么说它不空 它会现象 所以二副十三 那你要说它不实呢 身体极空 体现极空 这个说它不实 不是真实的 就是讲它的 这个精神 跟物质现象 这个是不实在的 刹那是灭的 你说的不是 那个 物质精神的本体 是发心的 体现极空啊 那你要说它是旺 旺不可得 前面说得很清楚 后头还要说 刹那生命 你拎不住啊 那金刚经上 三星不可得 你说它不是旺吗 非旺吗 可是它又流转 流转去 它又流到轮回的现象 又轮回的现象 那你说它就是说世间吧 它的体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就是涅槃像啊 相有生灭 信没有生灭 相有流转呢 信没有流转呢 那么你要说出世 无事可出啊 世间跟出世间 但有名言 有这么个名词 世间出世间 界限在哪里 找不到啊 八成教里面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这就叫出世间 迷就叫世间 世间出世间 实在讲 就是借迷不同而已 而除了借迷之外 世间出世间 哪有界限呢 没有 一念觉 这个世间 就叫出世间 一念迷 这个世间 就叫世间 任安静 远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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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法 从 前面讲的教育们 如理观察 任安静 都不可得 那才叫纯净 那才叫纯净 这个大成教里面 讲的纯净 纯善 什么是纯善呢 善物 不可得 叫纯善 远安静 不可得 纯净 纯净 纯善 是信的 讲善 讲物 讲然 讲尽 是从法相 上讲的 法相 不是真的 这些 总要辨别清楚 下面说 是以 无不计 明 也就是 明不计 无 而 于真 然自 真理 这些 独静 读静于 言教 之外 其 文言 只能 辩在 孤单家书 这个就是 第十一首季最后一句 但有家言说 这个家言说也叫做方便说 所以 佛法说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方便是入门的一种方法 是入门的一种手段 它并不是真实 这个要知道 如同指路牌一样 你要往某一个地方去 像我们在图文巴 如果你要像到这个布里斯班去 你看路上有个指路牌 写着布里斯班有个箭头指着 这是手段 那个不通的人呢 看到这个牌子 以为这个地方就是布里斯班 错了 你可不能指着它 你要寻找它指的方向往前面走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你会走到 你以为这个牌子就是的 那就错了 所有的名言 所有的言书 所有的事项表示 都是一种手段 帮助你觉悟 帮助你入学 其如真实的境界 真实的境界 输不出 也表示不出 所以你要懂得 佛菩萨这些巧妙的手段 只要你不知足 只要你不分别 只要你不起心 不动力 它这些东西通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帮助你 其如真实 所以他这个后头有一句话说的好 圣理就是我们讲的真理 真理独尽于眼角之外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中国古人所讲的 玄外之音奇特 这个意思就是 你听讲 你要懂得它玄外之音 言外之音 也能体会到 哦 你就恍然大悟 你要执着他的言说 执着他的名相 错了 那就越名越深了 那么我们想想 这就讲 这就讲听教啊 古大德参讲啊 会吗 意思说 你会听 不会听 你要会听 可恶 你要不会听 你就迷了 被佛法逼了 佛不迷人啊 人自你啊 那这个有没有法子 佛也无可奈何 所以诸位要晓得 佛法里头也有副作用 不会的就起副作用 而且自古以来 起副作用的人 真正不少 会听的 那会的人啊 确实不多 会的人都了 都把时间转变成出时间了 它问题解决了 这个会与不会 关系太大 怎样啊 我们也能像古人呢 会呀 没别的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会了 你要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 用妄想分别执着来听 来学 你永远不会 关键在这里 那个老师教学很不简单 我这一生算非常幸运啊 学佛 我头一次就遇到张家大使 我就把这个话提出来 向他老人家请教 怎样能入佛境界 他答复也非常简单 真的是恶药 看破方向 教我做这个功夫啊 做放下的功夫啊 什么都要放下 总的来说呢 妄想放下 分别放下 执着放下 事不容易啊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磨练 样样放下 样样都能学 到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 你的障碍就没有了 那这个佛法一解释 你就明白了 你就通了 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 我们学佛 所以不能入境界 此地讲的 佛吉入玄 我们的吉佛不掉 所以玄要无可入 第一个难关 你就没办法脱步 在第一个关口 我讲了十六个字 我讲的很本 自私自利 明文理 无欲六成 贪成迟慢 这是六字 你能不能发现 十六个字 有一个字放不下 你就没办法了 学佛难就难在这 果然你把这个放下了 学佛很容易啊 比学世间什么事情都容易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 在自己不在外头 为什么要放下佛家呢 这是业障 精干精煞 告诉我们 四项破了 能证阿罗汉果 也算出事件了 四季放下了 出事发解 入佛境界了 四项 人项 五项 人项 众生项 守者项 诸项 四季是五季 我讲的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就是母像 自私自利 母像啊 贪图 明文理 无像啊 贪图 享受 无欲六成 无像 贪尘 迟慢 都是无像啊 啊 四项从哪里破呢 从五项破 所以这十六个字 是五项 你要不能把它 原理 不能把它 学器 放下 你就不得其门而入 不但是在大成教里面 你没有成就 小成教也没成就 所以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 叫你从这下功夫啊 那么你的经济 必定是 借借上升 你上升多少 跟你放下的 完全成正比例 这个不能不知道 这个清亮大师 在后面引用 罗什大师的一段话 这段话实在很好 事宜是公民 这个事宗是 舅母罗什 唯 网言的 可于道合 虚怀的 可于理通 明信的 可于真意 一致的 可于渗透 罗什大师 这一句话说得好啊 太好了 用张家大师的 法师的话来讲呢 统统是一个方向 放下 也说下 就是道合了 各位想想 这是为什么 老子说得好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你把老子 这两句话 多念几遍 道有没有言语啊 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念头 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遇到 最后了 虚怀的 坏是胸怀 也就是讲心 心里面 不能有东西 心是空的 心是寂静的 我们在 我们在 几何里面 学到的 语言 语言 有心吗 有心 一定有 原心 原心在哪里 找不到 这个语言 肯定有心 这个心 是个抽象 为什么 它没有心象 显示不出来 所以心 要虚 心要空 那个心就灵了 理就通了 心里面 有东西 就不通了 要阻塞了 你心里头 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有人物 有是非 有贪嗔痴慢 那个东西 太多太多了 与理 原之 原意 它怎么会通 你要想 直通其理 你心里头 这些 拉拉扎扎的东西 全部要放下 这虚坏啊 那我们今天的观念 恰恰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我们要求 什么都要懂得 你那个心里头 充得满满的 这不通啊 古人说得好 唯学日益 唯悦道日损 求世间的这个学术 学得越多越好啊 多才多艺啊 学道呢 恰跟这个相反 学道你心里面东西越少越好 少到最后通通都没有了 道就先前 道是道理啊 理就通啊 所以学道跟学这个学世间东西不是一回事情啊 不一样啊 不可以拿世间这个学习的方法 拿来学道 那么现在我们佛门里面 确实有不少人犯这个毛病 用世间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经教 越研究 越不同 把经教都变成了世间法 所以研究来研究去啊 成为什么呢 佛学家了 也能引进句点 讲得头头是道 就是不开悟 统统变成了 寄问之学 他记得很多 不 不 烦恼吸气 不断 灵性不能提升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那么这种修学出不了三界 来生后世还要继续搞轮回 依然流传了 出不了三界 心里头不能有丝毫的东西 你的心要清净的 心要空 空就灵了 明信的可以予真意 这一句意思 跟上面一句 意思是相同的 明是不动啊 什么叫明信呢 不齐心 不动力 这个时候 真是真如 真是真心 你的心跟真如 跟真心相应 真如 就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就是真心 中文 中文叫做明信 明信 尽心 射方 一切如来所振 就是这个意思 必须心 都 如如不动 也就是说 无论是顺境 逆境 善言我言 又跟借出六成境界 真正不起心不动面 这是什么境界 如来自信本定的境界 这是自信本定 《楠言经》称之为手楠言大定 真心先前 其心动念是旺心 分别指着是旺心里面的旺心 那个与真语言之原意了 那么由此可知 真正修行修什么 就是在六根界 除六成境界里头 学恋 我们这个功夫 要从粗练到细 粗的是什么呢 粗的是执着 首先训练不执着 为什么 这个人看到我喜欢 那个事情我看到讨厌 执着 果然不执着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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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头就没有了 这念头就不深了 外面的境界 像不像平等 从什么地方看到平等呢 如理惯常 坚心不着想 不什么有想 想有啊 想就在面前 不执着 坚心不着想 这个是真正修行 真正在用功 啊 给主说 不是送金 不是念佛 啊 不是打坐 不是抛下 真正在转进去 我们在华音节目后 看到 善财 同坐 五十三餐 你看那五十三 微善之士 他们用功 讲求 实质 不讲求 心相 我们也懂这个意思 真用功 真干 略似 练心 在境界里去锻炼 练什么呢 练不分别 就不执着 不执着做到了 在深一级 练不分别 啊 不分别的是 已经到能一切不分别了 再提深一级 一级一级 不起心 不动力 明心是不起心 不动力 啊 可与真一一 就是中文讲的 明心一心 这三种境界 我们从大天教里面来说 能够与一切法 啊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我 不再执着了 你就离开六道路 脱离轮回了 你生到四圣法界 啊 在四圣法界里头 有分别 啊 再去断 啊 与一切人 四五 不再分别了 啊 分别的念头 断掉了 你就超越 十法界 啊 超越十法界 是 明心 与真一了 你到一阵法界去了 啊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了 啊 那么在一阵法界里面 还要练 练什么呢 练不起心 不动念 啊 果然到不起心 不动念 那你就 圆成佛道了 啊 你说真的叫 究竟圆满的佛果 啊 还在等着之上 等着还有一瓶 身相无名 美断 换一句话说 他还有极其威细的 极其心动念 非常非常威细 那个威细的 极其心动念 断掉了 就圆成佛道了 于是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分别执着 严重的 害了我们自己啊 无量借来 在六道里头 搞生死轮回 苦不堪言啊 还要继续搞 啊 怎么知道 还要继续搞呢 你的分别执着 未断 几个人 绝物 我受了分别执着的 大害 你也不觉悟 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害处 你不想把它断掉 你及时知道 这个东西 害残了自己啊 你才会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把它断掉 最初的这个烦恼 最初出血呢 就是止住 官府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面对着人死无恋锻炼 你离开境界 你没地方修啊 你跑到深山 躲在舌洞里头 跟外面完全断绝 你以为你修成功了 住上个几年山 一下山又乱了 又被外面境界扰乱了 那不是办法了 要学山才啊 就是在人死环境里去磨练 看不惯的人 能够学得看惯了 讨厌的人 能够跟他相处欢喜了 你的功夫得了 都在人死上去磨练 叫烈死练心 练是锻炼 锻炼 把什么东西锻炼掉呢 把执着锻炼掉 把分别锻炼掉 把奇心动念 断炼掉 果然 能把这个分别职责 断掉 念佛往生 不识同句图啊 是方便 忧郁图 能把奇心动念 控制住了 三十报 装炼图啊 西方世界 司徒三倍九品 这经上说的 这不是假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 王森这人功夫不一样 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 语言其甚甚 讲到这个地方啊 告一个段落 这是属于智慧 是帮助我们看破 唯有看破之后 你才真能放下 你为什么放不下 不了解四世真相 因为眼前这个东西都是真的 现在告诉你 真的是发现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虚幻不实 虚幻不实 你要在这个里头 起妄想分别职责 岂不是大错了啊 金刚薄弱上说的好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啊 一切又违法如梦幻泡淫 如露亦如电 映坐如是观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那么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是这个离长者的后论 我们到下一堂 把这个后论里面的意思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现在我们下课 好 现在我们下课 好蓬了 物费 酷